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氏太极拳 陈氏太极拳 吴氏太极拳 孙氏太极拳 何氏太极拳 赵宝太极拳之类的 那么我们选择这套我们已经知道了 选择哪个都行 那么现在呢 有朋友会问 杨氏太极拳有大价 中价 小价 陈氏太极拳也有大价 小价 那么这种大价 小价我们怎么来选择 好 现在我跟大家 我说一下 我个人练了体会 这个关于杨氏太极拳 我体会是这样的 我们练这个练这个杨氏太极拳的时候 成普大价太极拳 就是杨成普氏太极拳 是一个大价太极拳 那么大价太极拳呢 主要是增长自己的功力 就是拉 这个筋拉得比较长 增长功力的 这个增长功力 这个是功架 我们叫它功架 这刚初学者 我认为选择大价太极拳 比较合适 比较合适 那个小价太极拳呢 就是架子小 但是呢 它的拉筋 它的功夫在前边 功架已经炼成了 然后它筋就不需要拉了 然后在自赚的时候赚得很小 那么这个小价呢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刚学太极拳的时候 我认为呢 可以学习大价太极拳 比较好 这对增长自己的功力 比较好一点 这关于杨时太极拳 小价太极拳呢 这个 我们这个说 这个小价太极拳呢 就是在大价太极拳的基础上去学习 我觉得应该好一点 应该好一点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个人的感觉 因为这个小价太极拳呢 它是用价 就是实 也就是它说实战的不是有点大价太极拳 那么 在大价和小价之间 我们初学者选择的时候 就选择大价 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个人体会 有一句话 是在太极这个圈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叫 大价不大 小价不小 什么意思 大价 它名字是大价 但是它不大 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说 等打得很开 收不来的 收不回来的 不是 小价不小 你看这个架子 很小 很小 它并不是这个架子小 打不开 它并不是打不开 它已经 功夫已经打开过了 又收回来 大价不大 小价不小 有这样一句谚语的意思 就是 大价小价实际上呢 真正有师父在跟前教的话呢 你学哪个都可以 如果是说你想选择 让你自己选择 让我自己来说 我就先选择 大价 练几年 练几年以后 然后再选择 比如说 杨氏小价 那么 至于说 城市太极拳 城市老价一路和老价炮锤 以及城市太极拳新价 城市太极拳老价 关于这一点 老价 新价 城市太极拳呢 我也做过一个视频 说明了什么是老价 新价 我认为 没有区别 基本上 它的基本的东西 基本的原则都是没有变 所以我认为 你如果你选择城市太极拳的话呢 你选择老价和新价都可以 都可以 从感官上 给人的感官上 大致是 多数人看到 新价感觉好看一点 动作多一点 手法变化多一点 就是 陈兆奎 大概陈兆匹 他们留下 往下传的 都是新价 这个老价太极拳呢 跟新价太极拳的老价的变化呢 手法变化稍微少一点 稍微少一点 喜欢老价呢 我喜欢老价 是因为 我感觉呢 这个 全 有一个 有一句话 原来我小时候是看书 看了还是听人说了 我都不记得了 就是 叫打死不改架了 什么叫打死不改架了呢 就是 我和别人打架 被打死 被打 被打了 但是我回来 我的权练的时候还是这样练 架子不能改 我说 这个不对 这个肯定不对 前面老师教的肯定不对 我把它改一下 我改过来 这个是不行的 我兴奋这句话 那你要不相信这句话呢 你可以坚持你的观点 我个人的观点 我感觉就是 这句话说的很正确 打死不改架了 是什么意思呢 你没有打过别人 那么 就是你对这个架子的理解没有到位 不是 你的这个上面的放下传承的东西传承错了 不是这个错 不是他错了 而是你对这个架子本身不理解 比如说 城市太极拳的一个跌叉 这个跌叉 就是那个 马红 北京马红 石家庄的马红 他练的时候 这个跌叉 这个地上有水啊 这个是这个整个下去 挨着地 这个地方收回来 这条挨着地 这个膝带是挨着地的 这个大家看那个 城镇雷 城镇雷链的老驾一路 那么它呢 跌叉的时候 像这个 这个膝带是不挨地的 整个是这样做下来 然后这个 是这个地方平在地的 它是这样跌叉 那么这 那你说 哪一个对 哪一个错 那么我个人感觉 它应该是 膝盖挨着地的 比较好 好在哪里 好在它是前面传承下来的东西 传承的东西 为什么它就一定好 我说不上来 但是我认为 古人 过去的人传下来的东西 一定是好东西才传下来 那么现在的人把它改了 也就是现在 它改成了不挨地了 因为什么呢 挨地很困难 它现在不挨地很舒服 很舒服 所以 舒服和不舒服 这两种自己选择 我的感觉 我的兴奋的话 说打死不改家了 所以我认为 架子是不能改的 这个 前很多年 就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 七几年以后 就是四人帮垮台以后 所有的这个 就百花七放了 就是教权也可以教了 什么都可以公开练习权了 那个还 当时还出了很多武林杂志 很多的套路 那么很多的练法 那么这些东西 这个 传出来以后 我感觉呢 那个时候 还有很多东西都是过去传承下来的 可是呢 没有几年 就是全国各地所有的老师都在什么 编套路 改套路 说 哎 这个家族好 我改了一个这样的 那么徒弟都跟他学这样的 那个人改成那样的 都跟他学这样的 好了 大家争相 编出编拳 我编了 他编了 他编了多少事 他编了多少事 我就感觉非常的不好 这个 这个人认为这样 那个人认为那样 那么这个传承怎么样呢 就传承错了 你把这些错误的东西都传承下来了 那么 你想传承武术它还能有好的结果 它怎么有战斗力呢 没有了 我不知道 我们 我们研究不出来 前面为什么这样传承 我们只照这样练 我个人是兴奋这个 打死不改架的这个观点 我就照这样练 还有没有效果 无所谓 因为现在反正不是冷冰气时代 我需要它保镖 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了 就是练拳就纯粹的练拳 所以也没有关系 好 那么今天的明格聊太极 关于选择 学习太极拳 刚开始选择什么架的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 总结一下 就是一个 学习杨士太架 学习公价 大价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要选择城市太架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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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